中国食品安全的问题层出不穷 那么最近在网络上就在疯传 长沙五一广场附近的公厕 有民众在这里撞见 一次一名臭豆腐的业者 竟然是使用厕所里头的公共用水来处理食材 甚至仔细一看还发现 接水用的这个管子 竟然是洗手台下方的污水管 大篇网友看了知乎反围